今天我们来看一块西数的SM580 硬盘是在6月份的时候购买的 而且这个生产日期也确实在今年 非常的新啊 7月份的时候就联系我做资料恢复了 当时联系我的时候 这块硬盘还在香港的路上 据说里面存了700G的数据以后 硬盘就不识别了 对方先是在当地找了一遍 几乎都是摇了摇头 后面又向西数官方求助 我们知道西数官方他们是不搞资料恢复的 于是官方就给他推荐了一家在香港的恢复机构 香港那边看了一遍 也是说这一块盘硬件损坏 他的邮件恢复倒是芯片或者这里的电子元件出现了故障 我看了一下 这一块盘确实有被维修过的迹象 这个主控底下有些点位都联系了 就靠近右下角的这里 不知道这个主控是在当地被干过以后联系的 还是到香港那边被干过联系的 电源芯片这边也有焊接过的迹象 估计上家那边是尝试烧机找短路点 颗粒这边应该也加焊过一遍了 后面主板都发黄了 看来这个出口转内销的盘还是挺具备挑战性的 我们先上电看一下具体情况 它的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的 而且也有跳变 这个电源芯片大概率是好的 保险起见还是先测量一下吧 直接量这四个电感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 这边的电源芯片它确实是有电压输出的 可能有的网友会有疑问 你不是看到这个主控底下有连锡吗 为什么不先处理一下 难道不怕这个主控坏掉吗 怕啊我当然怕啊 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要坏的话之前早就坏掉了 所以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先保留现场 到时候一并清算 现在我是连接了PC3000进行检查 这个电流右下角是0.22 跟刚才我连接到电流表上看的差不多 但是这个PHY的状态 灯并没有亮起来 我重新通电一下 依旧是没有亮啊 证明这一块盘的主控是没有正常工作的 当然它这个主控不出状态 也只是我目前这里检测到的情况而已 毕竟硬盘都不知道被多少名技师摸过了 我也只是摸过它的其中一位技师而已 原始故障已经无穷考证了 万一没干好 也希望这名网友不要怪我 竟然它是主控不出信号 而且刚才我也看到了 这个主控底下有连锡 所以我决定先把这个主控重装一遍 在重装之前先看一眼主控 主控并没有明显的发烫 这个温度接近50度 算是比较正常的工作温度吧 刚才我又多看了一眼这个金震 这个金震目前是跳得非常的欢快啊 看来要从外围上面减漏 几乎是不可能了 可以看到我这边一加热 之前底下的油也跟着一起冒出来了 再给它加一点 悉数的主控是有加密的 万一主控挂了 那就可以直接宣告游戏结束 继续给它重植一遍球 虽然重植以后能够直接识别的概率很低 但是这个服务还是得做好的嘛 主控现在我又给它重新安装好了 目前这一个上电电流已经可以达到0.37 上电的瞬间可以看到 右下角这个状态灯闪了一下 但是过一会这个状态又掉了 重新看一遍 就是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情况 好不容易才进到了这块硬盘的整段界面 现在硬盘的型号以及它的容量倒是识别出来了 不过它的上区依旧是无法被访问的 我想这一个才是它的原始故障 像这种读不了上区的 基本都是固件挂了 我们等一会 可以看到这一个访问是超时的 盘主说这里面的资料十分的珍贵 于是就给我提供了一块料板 让我尽情发挥 其实这个情况我也跟对方讲过了 像这种掉固件的 主板换过去以后 依旧还是掉固件的 因为我之前在视频上讲过很多次了 甚至还出了对应的专题视频 固件它本身不在这一块主板上 像西数这种在颗粒 以及这个主控里面 它们是一对一加密对应的 当然如果只是想排查一下 这个电路的问题 而去更换这一块主板 就当我上面的没说好了 我自己是不会介意的 之前也有一些聪明的网友问我 更新固件或者刷固件行不行 这是一个好问题 那么今天我就顺便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吧 固件更新 必须要在你的硬盘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时候 才能去做这一个更新 你像固件都没有办法启动那种 肯定也是更新不了的 就像你的电脑没有开机一样 怎么去更新一个系统 一个道理啊 第二个问题 刷固件 这种原厂的盘 我肯定是刷不了的 而且就拿最简单的 汇用主控来说 刷完固件以后 里面的资料 也是跟着一起被清空的 这个就算刷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 变成了出厂模式了 何况这种原厂盘的固件 管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也不大可能被流出市场 要不然这整个市场 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总结起来说 就是能恢复资料的 只要交给我 相信我都会尽力去处理 有一些不能满足恢复需求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说的有点多了 继续回到正题 咱们先看一下 这块好盘的电流 到时候也好做一个对比 好盘上电以后 这个电流停留在0.2左右 再来看一下 这块固件可能有问题的硬盘 好的 坏盘上电以后 这个电流几乎卡在0.237左右 一位对方还是希望 我能够帮他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 这一块料板上的主控 还有颗粒 跟坏盘上的 做一下身体交换 验证一下 它到底是固件的问题 还是这一个电路的问题 现在两块盘 已经躺在了 这一个烤肉架上 先给它刷点油 顺带把这个标记 也给它做好了 左边的是好的 右边是坏的 咱们先把这个主控 还有颗粒给它拿下来 这个是无千锡 有点难拆 OK 接着把右边这一颗 也给它干下来 我们还是按照惯例 先对这个颗粒进行一下测试 反正拆都拆下来了嘛 电压用2.5V 我们把这个ID调到6位 应该是BIS5的 具体制程 让我来查一下 根据这个ID 查了一下颗粒列表 这是一个BIS5的TLC颗粒 四代结构的 刚才这两个颗粒都测试了一遍 这一个ID识别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把这两个颗粒 给它装回去 我相信这一块主板互换以后 这个故障有大概率 也是会被交换过来的 现在坏盘的主板上 装的是料板上的颗粒 以及主控 而料板上装的是坏盘的颗粒 还有主控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拗口 没关系 咱们先看一下电流 就能大致知道 是不是翻车了 先看这一块 更换过全新主板的 电流稳定以后 卡在0.238这里 看一下另一块 另一块跟之前一样 稳定以后在0.2左右 单看这一个电流 我就能感受到 这次注定也是要翻车的 再来确认一遍吧 先看这一个资料盘 果然坏盘还是那一个坏盘 上机依旧是无法识别到 继续换之前的料板上场验证一下 嗯 这个料板怎么也是识别不了的 刚才上PC3000检测了一下 焊接没有问题 这个型号可以识别到了 可是它这个散区 却变成了无法访问的状态 这也就意味着 它这个盘固件挂了 看来吸收BIS5的颗粒 是真的不耐高温 这是实锤了 我就换了一次主板 固件就跟着一起歇菜了 这样我以后的恢复怎么玩嘛 不过这一块料板 我也是跟对方签订了生死状的 当然我也不能拿这个 作为失败的借口嘛 我只是按照客户的意思去操作 像以往的BIS4颗粒空盘 换个三四次主板 还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所以它这一块盘 并非是主板的电路问题 而是属于目前绝症的固件问题 在固件问题上 可能还存在冷数据的buff加成 到我这里 办法是真的已经用完了 希望盘组那边也不要怪我 因为我已经来回研究了有十多天了 目前是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除非西数厂商愿意开放恢复方案 但想一想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我们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 我们再继续